做这个菜,美味又方便,快尝试吧 拍点姜,拍点甘葱头 再拍点蒜头 鸭肉放点酱油,抹均匀表皮 准备好的材料有,鸭子700克,姜,蒜,干葱头,大蒟,香叶,干椒 准备热锅,将鸭肉煎一下 太干再放点油 煎3勺就翻过来再煎一下 煎好了,倒起来 热锅放洒水食用油 放料头下去爆香 爆香后再放香料 然后放肉2斤低度白酒 冰片糖100克 酱油200克 好了,这个就是三杯鸭的调味配方了 煮开了,就放入鸭子 然后上盖子 用中火焖20分钟 好了,时间到了,看一下 就熟了没有 插了过去就熟了 现在可以看到颜色很漂亮的 用筷子看一下熟了没有 插了过去就熟了 好 再把鸭鸡翻过来 然后用大火收鸡 这一步很关键的,能够让鸭鸡入味又非常的香 差不多就尝试味道怎么样 味道要偏重一点 但是不能太咸 这样吃的时候才够味 好了,关火 把鸭鸡夹起来吧 再打点汤汁 最后一步就是斩压了 压鸡的温度在五六十度斩压最好 这样压的肉皮就不会收缩 压鸡斩好了就淋上汤汁 最后放点山菜 你心爱的三杯鸭做好了 你心爱的三杯鸭做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